哈囉,大家好,我是跟著你對玩SKY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新竹玩 那很多人問SKY說 我沒有開車,那新竹應該怎麼玩呢?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從新竹高鐵站 搭乘台灣好行四三線 一起深入的新竹一日遊 那我們搭乘位置是在公車站牌的6號 好,大家聽說是6號喔 那接下來我們帶各位一起去6號等公車吧 走! 主要祭祀的首名為文昌帝君 到此求保佑的雪子不斷 效果領勝 The One Lingo Turnbull 剛剛已經搭台灣好行四三線 抵達我們的四三遊客服務中心 在我的右上角這邊就是我們的公車站牌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各位一起去我們的四三遊客中心 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附近到底有哪些古道呢 那我們出發吧 Go! 那我們透過這個地圖導覽跟大家介紹一下 四三遊客中心的一個簡單的歷史 那其實四三遊客中心以前是四三國小 一直到民國90年的時候才開始改建成遊客中心 那在這個地方呢 有幾條步道可以推薦給大家 四三古道、六寮、橫屏、還有水連洞步道跟萬佛安步道 那在這裡面有兩個看點 其中一個看點呢 就是我後方的這一個百年糯米橋 它是鑒於日居時代的大正青年 那糯米橋它的特色呢 你也知道嘛 在當時物質缺乏的情況下 用糯米還有相關的石材去當作黏膠把它固定起來 到現在為止它已經超過百年了 到了中午的時間呢 我們就建議大家在獅山遊客中心旁邊的茶樓裡面在遊餐 紅花紀念套餐的特色就是以客家菜為主 那以前就是我們那個客家飯包有沒有 它今天用桃鍋的方式來呈現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紀念套餐到底有什麼呢 裡面中間為主就是雙煮菜、油雞跟控肉 那旁邊還有食蔬的季節 那旁邊呢還有一個菜頭湯 然後我還有配上一杯飲料 就是冬瓜檸檬露 這樣的一個套餐呢總共也只好250塊而已 剛剛從獅山遊客中心搭乘台灣好奇目前已經抵達北浦老街了 那來北浦老街的時候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邊在清朝的時候非常的熱鬧 而且短短200公尺就有7個古蹟 近來開可能是屬於客家了 但是在地的原住民呢是賽下族 所以呢在過程中呢其實都有發生一些蟹洞的部分 所以在工單位的門口呢你注意看一下這個地方 在左右兩邊呢它都有一些小孔 那這個是屬於當時他們在放槍的位置 就是它從裡面打外面的原住民 這麼小的孔怎麼擺槍呢 因為它站在我正後方那個位置就是槍孔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接下來帶大家一起到北浦老聚落茶博物館 我們走吧 現在來到中樹堂 那中樹堂它的前身以前是江阿欽的一個師叔老師 後來在這邊落地生根之後啊 也蓋了這樣的一個建築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一般我們門口的正門啊 應該就是廳堂的前面 這是我的正後方 但是我的正後方為什麼是一塊西式的擋牆呢 而我的門卻落在了旁邊呢 有此一個說法是風水上的考量 聽說這邊的正門出去 剛好追到江阿欽的房子的鳳尾 聽說這樣子是不利於生難生 於是在風水學的考量下 蓋了這樣一個西式的牆 然後把門側開之後 聽說就這樣出丁了喔 信不信有你 一起來現場看看就知道了 北埔呢還有飾餅這項伴手禮 只要憑台灣好情 乘車券到特約商店消費 也可以想特定優惠 來到北埔老街呢 除了看風景吃美食之外 當然要來個DIY喝個擂茶 在我面前呢 這個就是擂茶的東西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擂茶的坡裡面有 茶葉 花生 芝麻 白白芝麻 在我面前呢 這個是集合25種精華的擂茶粉 那旁邊這個呢 這個是草米喔 不是哩香喔 放到擂茶裡面啊 拌勻後還是一樣熟槌喔 今天呢 除了吃喝完之外呢 我們離開前當然要帶個伴手禮 再回家 那SKY今天介紹你是 一把新年創立的餅店 叫做龍圓餅店 那除了一般的傳統餅之外呢 在當時他們也有所謂的 這一種 玉仔餅跟番薯餅 這樣的東西 時間已經接近尾聲啦 SKY已經從我們的 獅山遊客中心一直玩到 北埔老街 走了這麼多的古蹟 最後呢我們大家帶點伴手禮回家啦 買齊買滿買好帶回家囉 那謝謝大家收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